沒有支付寶的人現場到了支付寶 9塊吧 可以用差距給我給錢欸 如何在中國訂外賣 嗯?可以了欸 看看我們現在的背景在哪裡 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上海 上次去上海應該也是15年前 就是我們Computex結束了嘛 從台北回去上海的話 只要兩個小時我就想到 嗯 這麼靠近 所以我們就去完了 所以這支影片呢 除了拍我們的熱場Vlogging 是吃什麼哪裡好玩之外 就是馬來西亞人到底在中國要怎樣生存呢 有錢要講給 支付寶要講用 他選過可不可以用 Hotel要講定 還有吃飯的時候用什麼來給錢呢 OK 這個影片我們就全部排出來了 滿足你們的好奇景 這個是我這次帶去中國的SIM 它是從馬來西亞的Shoppy上面 然後帶過去的 一天二點五局幣 重點啊 雇佣翻牆直接可以用啊 早安 今天在上海的第一天 我們決定去吃上海一個很出名的 蟹黃撈麵 就是來到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吃它 但是我聽起來很貴的 那因為那個蟹三寶勒 它在比較遠距離我們的Hotel 有大概2km的距離 所以今天第一天就要教你們 馬來西亞人怎樣在中國打公交 今天要用到的兩個appset 一個叫百度地圖 一個叫做支付寶 開了之後按出行 自己Auto會detect你在哪一個城市 然後我們就前往領取 哦 可以哦 OK 當你要用的時候 你就點開這個碼 掃那個bus就可以了 因為我剛才在百度地圖 search過這個地方了啦 我的支付寶裡面 這邊還會show我現在要打的地點 的巴士是什麼路線的 然後7分鐘 9站到 沒有支付寶的人 現場 到了支付寶 我沒有支付寶 我有阿利貝 啊 你按transport OK 你get now agree on our plane 欸 可以了哦 耶 你有答案 看到嗎 Mastercard 這個是馬來西亞的卡啊 等下我們上車 Deed 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好處相對於就是 你不需要買卡 你不需要先reload 你也不需要準備cash 然後這個app裡面你出了大bus 還有RT 大dexi 這個我不懂是什麼 然後有機票 然後還有騎車 少了就可以直接騎哦 然後還的時候就call你的卡就對了 我覺得可能大家還不知道這個 這個方式 所以當然你們可以把這個video share進去 然後接下來來中國玩的人就懂了 在中國訂hotel哦 尤其是上海啦 大家真的是要注意 很多hotel是不接受外國人 所以你們在訂的時候就要看好 不然你就是沒有辦法被check in 他會拒絕給你check in 這是我們要去的站南京西路石門一路 我覺得搭公交方便過搭地鐵 因為地鐵要走樓梯 公交不容易 到了 但是你們看後面這麼多人 線上排隊的方式就是大眾點評 app加美團app 美團app跟美團外賣app原來是不一樣的 外賣是不能線上預約的 然後我下載了之後 我可以走著來就開始 hook 坐著 等下一個小時我們終於進來了 可以用支付寶或者是微信掃 因為如果要用支付寶給錢的話就要用支付寶少 點倒了 然後去結算199元 過意嗎? 以後你們有錢嗎? 我們可以用visa給 這個是我們 來上海就是為了這一口 聽起來是被我剩著螃蟹弄出來的 哇 哇 啊 啊 我覺得這在我用馬來文來講 好 不看 所以說 中國還是可以給cash的 只是有時候可能那老闆他就是沒有撒錢找給你罷了 他们是不能够据手cash的 钱度三分 开拆拳锅 然后可以滑上去 这是他的汇率 9块80 哇 可以耶 真的是可以用拆拳锅给钱 但是他的汇率不是说非常好 但是起码你可以在中国给到钱了 嗨 今天是Day 2 上海下雨了 今天我们就搭LRT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做陆家嘴 准备进站 昨天register过了嘛 所以直接就有一个QR了 然后就 进来了之后 他已经马上会知道我进了什么站 然后是几号线 然后几点到几点 出站的时候 其实刚才那个页面的下面 这边就有一个刷马出站 按回他就依然有一个QR Code 对准这个洞 陆家嘴站 到了 为了拍这个三间号 他从5号路口走过来 但是我发现了喔 中国很多都有这种QR Code 就是给你去看了一点 车站也有 阿D站也有 什么都有 看完了陆家嘴三间套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东窗码头 东窗码头就是我们要坐一个渡轮 就回到去外滩 就是原本我们hotel的那个位置啦 听说坐这个渡轮只要2元罢了 你们不要买那贵贵的100元或者20元的2元 就可以看到那个黄浦江美景了 这个是它有三种购票方式 支付宝 WeChat 这个要订阅的我们就不要看这个 阿里培 出行 就是我们刚才大BUS的那个Code 来的一模一样的Code 同样的Code它可以用很多个地方 轮渡东京县 哇他们名字真的很难念 OK反正我们现在已经到码头了 但我们担心这个码头的船去的地方是不是 我们要去的码头 我们要去的码头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地图 我们在中国体验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只有这边才有 就是他们看到我想要去的地方 比如阿街里面有位置坐 或者是船里面有比较好的风景位的时候 他们就会喝酒 他们则是用100米时速 那种运动员短跑这样子冲过去了 是不是很壮观叻 咧 很口渴 那我们怎么 可以像我们体验便利店买东西怎样给钱 可以用下钱包 哇 真的叻 可以啊 好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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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款6.5元 OK 因为我们吃了很多天的面条了 我特别想吃饭 然后烤鸭就 我们刚才进门就马上看了 怎样 有什么给钱的方式 什么来的 北京烤鸭 如果没有支付宝 我都没有底气走进来 懂吗 怕没有钱给 怎样吃这个北京烤鸭 首先 拿一个这种鸭皮 然后就拿这个烤鸭 先空口是一个点白砂糖 哇 你们要是来中国 一定要来世界鸭湖 吃北京烤鸭 如果在日本 烤鸭湖是天花板 在中国 烤鸭 烤鸭 全世界鸭湖 我们的账单多少钱 180 mastercard 578 OK 谢谢老板 吃饱喝食物 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回hotel 可是这边回hotel 大概2km左右 我们就来尝试一下 我后面一整排的 那是行车 这有三个颜色吗 黄色就是美团的 这个蓝色就是hello出行的 青色呢 滴滴的 阿丽佩打开 又是它出行 我觉得我这是讲很多次了 提醒 看到吗 扫码开锁 OK 扫码了 确认开锁 有钱人可能会问要讲register 其实也不用讲register的 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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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也不用拿什么license 也不用实名认证什么都没有的 因为你alipay已经实名认证了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些了的 这个电话就是阿肯的电话 我不懂为什么它的可能版本不一样 所以当我按transport的时候 它这边是没有骑行的 不用紧 我们可以出去外面 然后这边hello 点进去 一样可以扫码开锁的 我们马来西亚的app beam那些啦 你是要打开那个手机按结束的 no nick 按下来那个锁log 推到下面就可以了 然后它就自动结束了 然后中国7家车真的很便宜 5元到3元而已 然后而且还没有限时间啊 从早到晚都可以 我没有上车啊 我没有上车啊 晚上来走外滩 你看 很美耶这边 你看 就到了外卖时间 每个晚上 因为在中国很多外卖apps啊 有二勒马 美团 百度等等啊 二勒马 跟百度是要 手机号码认证的 美团的话 是不需要手机号码 就可以登录 就可以order了的 OK 如何 在中国订外卖 拿到汤很多嘞 我不要牛的 地址无面条 雪花肥牛 OK 这边我会写地址 写我们住哪里 然后我们的电话号码 其实啦 我看到这边有三个选项 微信 支付宝 跟Apple Pay 支付宝都讲 支付宝是YYDS的 OK 给 OK 它就会跳去支付宝的apps 然后 这是我的visa卡 确认付款 可以了呗 你看我们这边就马上在灵动岛这边 跳到当我off screen的时候 它就会在这边 它整个就一直出现在这边了 往事都有支付宝 Purchase for CNY 59块8 刚才的 今天是在上海的daytree 我们就回家了啦 OK 上飞机前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出发来中国之前 必备要导入的几个apps 就是百度地图 因为百度地图 它是可以看导航啦 然后看周边有什么好吃好玩 它甚至可以打车 甚至可以订酒店 而且你们知道Google map 在中国不是太准的 所以建议你们还是用回中国本土的app 然后第二个就是美团app 就是你们叫外拜必备 每个晚上都会肚子饿的时候用的 那美团app可以用什么来给钱呢 支付宝可以 微信转账可以 支付宝可以 支付宝就是可以link去你的bank card了嘛 是不是 那第三个要导入的app就是 邪层 邪层就是在中国订酒店非常好用的 因为邪层上面的话写的很仔细 而且很多hotel 是在Akoda上面没有 但是邪层是有的 然后如果你不要住酒店的话 你想要住Airbnb 在中国是不能用的 所以你只可以用木鸟 木鸟是专门订Airbnb 民宿类的 然后其余还有一些小程序 就是像是美团跟大众点评 这两个app的好处就是在于 你在去一个餐厅之前 你可以先定位 你就不用去到彩排队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滴滴出行 就是给你搭taxi的时候用的 但是这三个app我觉得不需要 因为微信里面哦 你打开滑下来就有那个小程序 然后另外还要提醒你们 要准备的东西就是 第一个翻墙app 因为你们来到中国都要用Google 都要用YouTube WhatsApp这些的嘛 所以你可以提早先 到录好翻墙app 不然更直接的方式就是 你买一个香港的SIM 这样子 还有更简单的就是 直接开roaming 那个roaming就已经是可以翻墙用的了 第二个就是你在家 先实名认证好你的支付宝 这个很重要 你实名认证了之后 你才什么都做得到 不然你真的是给钱都给不到的那种 第三个就是叫做打钱吧 这个app 这个app是目前中国商家大多数都有在用的啦 就是它类似我们的touch and go 可是你不用另外道路app 你少一下就可以了 可是哦 它的要求就是哦 你的SIM卡不能是翻墙的 如果你是中国号码 这样就可以没有问题 好啦 最后再讲一下哦 其实在中国啦 真的没有那么困难 我有看到好多人就是跟我讲彤彤的影片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 叫到外卖 然后被拒绝check-in hotel 只要你们有做好准备的话 我觉得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现在中国他们没有拒绝cash 如果你在什么apps都没有的话 你还是可以用cash来给钱的 OK 接下来就准备头到我们一起去中国 吃香喝辣吧 出发中国 诶 没有 我现在要回来了